又有酒醉露倒的女生差点被人剪失 台北有一名粉领族她接待日本客户 但是不敌对方海量女子最倒在路边了 警方看到这个情况上前询问 但是一旁的男性朋友也说不出要带她回哪里 远景很担心女子的安危就赶紧联络了家属 直到确认家属到场才离开 而这样远景的贴心也让当事人事后频频道歇 酒醉女子倒在地上不成人形 连高跟鞋都不知去向 还在水沟吐的乱七八糟 这可不是东区夜店 而是台北市区的餐厅附近 醉成这样随时都可能被剪失紧走 女孩子毕竟没有亲属在旁边的话 还是有危险性在 所以我们就坚持在现场 陪同到她母亲到场为止 就在青年公园附近的餐厅旁 年轻女子当街路导 还好远景及时护驾 星期二晚上 黄姓女子和同事接待日本客户 想不到五人不敌一人 重演假舞战败 不生久利的黄姓女子倒在路旁 男同事企图把她带走 但是警方盘问 她却不知道女子确切的住址 远景不放心 只好联络家人带回 那她妈妈就认为说 那如果意识不清楚的话 那为什么能够知道我家里的电话 她怀疑我们是诈骗集团 为民服务白白种 护花还被当成诈骗 所幸最后女子被家人平安带走 警方才终于放心 提醒民众饮酒 要知道自己的精良 因为不止女生连醉汉都有可能被人捡走 借陈志根威尔德台北报道